很想减肥但又很讨厌运动吗 想试着对时却以失败收场吗 九种减肥的最佳饮品 让你跨出减肥的第一步 第一个 水 水没有热量而且对减重很有帮助 在喝水十分钟后 人体的静态能量消耗增加24%到30% 保持水分充足还可以抑制食欲 第二个 绿茶 绿茶有两种可以燃烧脂肪的成分 咖啡因与额茶素 咖啡因是一种兴奋剂 能增加热量消耗 另外额茶素也可以加快 人体燃烧脂肪的速度 但这不代表可以暴饮暴食 再靠喝茶受身 绿茶的作用只在于取代其他饮品 第三个 柠檬水 如果真的很讨厌喝水 可以考虑增加柠檬片添加口感 柠檬有丰富的维生素C 可以提高钙质吸收率 让骨骼更健壮 热量也不高 是不想喝白开水时的好选择 第四个 姜茶 姜和减脂直接关系并不大 但姜汁能够降血脂 抗氧化 抗糖尿病 还能够预防心血管损伤 改善血糖的水平 并且降低坏胆固醇 而且这些都是容易让体重过重的原因 第五个 苹果醋 醋能改善新陈代谢 降低胰岛素水平 并且抑制食欲 苹果醋能减慢食物从你胃里排空的速度 也就意味着苹果醋能让人感受到饱足感 只不过不用时最好注意浓度 避免过算 烧心 第六个 红茶 红茶和绿茶同样带有咖啡因 促进新陈代谢 但不同的是它富含丰富的多酚 这些化合物能够减少热量的摄入 增加肠道中的健康细菌 同时促进脂肪分解的能力 第七个 乳筋蛋白粉 如果需要饱腹可以尝试喝点乳筋蛋白粉 它可以延长饱足感 乳筋蛋白还有质力氨金酸和量氨酸的附加价值 特别适合在低热量饮食过程中维持住体重 第八个 蔬菜汁 果汁含有高火糖容易使人发胖 但新鲜的蔬菜汁却是一种很棒的低碳水化合物饮品 富含纤维又能够避免饥饿 也能增加一天的蔬菜摄取量 丰富的维生素让人又瘦又健康 第九个 咖啡 咖啡的咖啡因含量比红茶绿茶都还要来得多 可以燃烧更多的热量还有脂肪分解 另外还含有可可碱、茶碱和绿原酸 三种可以影响新陈类似的化合物 所以喝黑咖啡可以减重是成立的 但如果加了牛奶与糖就失去减肥的意义了 另外因为人体对咖啡因有耐受系 黑咖啡以长期来讲并不适合减肥 不管是运动、断食还是代餐 任何一种减肥方式 只有吃只饮恨才是最重要的 维持好身材是一辈子的事 加油 加油 感谢观看